就是由这个签售的环节 下面让我们来有请李老师 大家好 我爱你们 我也爱你 我是真爱你们 特别爱你 这两天发烧 身体不是很舒服 但是看到你们以后 我心里也舒坦多了 非常抱歉 本来是昨天晚上在 大学里边有一个讲座 因为那个社费出了故障 我们懂的 对已经学会 郭德纲的鱼了 但是 我们的先锋书店 没有故障 我们是无故障签售 希望我能给你们带来 一些快乐 你们已经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我想 大家来到这里是来挺我的 不是来追逐什么偶像的 因为我们是互相寻找同类 只有我们在一起 我们能更清晰地感知到 我们本来拥有的尊严 这个尊严具体的解释 在我的书里边 我也不方便在这种场合下 讲太多 我相信我们会有美好的明天 真的 而且我是一个 其实很负命感的人 我相信好人有好报 另外呢 可能有一些 球迷朋友们 想问我对昨天晚上1比0的 对 刚才我在小屋子里边已经回答了 我最近都 因为在几年前 四年前 我自己黯然 主动辞职 离开了中国足球 因为他们说 正是因为有我 中国队才不出现 后来我说 那我就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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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离开吧 但昨天晚上的胜利 我还是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虽然技术上 并没有 当年97一代 那么 那么好 但是我 为什么为他们感到骄傲呢 因为他们像男人一样 无论是下雨 还是下刀子 还是扔刀子 他们都能坚持到最后 这么一分钟进球 他的意义 他的血性是超过了 开场年纪三球 我挺他们 这帮小伙子非常好 非常好 喜欢他们 另外呢 因为 言语的时候 今天我不能在这 说太多话了 就 就违规了啊 但是呢 我今天看到很多我们的 这个 警察兄弟 我觉得我很感谢他们 没有 支持我 我是觉得 很多人经常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 公知和教授啊 专家呀 小姐啊 都差不多称为同样 肮脏了 什么 我觉得 这样挺好的 我不介意别人骂公知 就是公知批评公仆 公仆 训斥 公公 公公狂咬 公知 这叫三公消费 为人民服务 只要大家开心就好 我觉得 看我的书 不是让大家 更悲愤 更不爱这个国家 我认为看这本书 让我们大家更爱这个国家 爱这个民族 我个人 我个人觉得 即使有再漫长的路 我们的民族会 很好的 好 最后 一句话 希望你们 现在还在读大学的 不会挂科 快要毕业的 找到好工作 还没有女朋友的 一定能找到一个好的女朋友 最后现在我们开始牵授 其他没有什么说的 请大家保持秩序 保证安全 好 谢谢 感谢观看